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它本质的大小 完全是你不同的心情的时候 尤其是半夜会放大 似乎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老朋友们聚在一起 大家都在说 哎呀 那个时候多么那么好 到底是真的那个时候那么好 还是人呢 就是总会有一个追忆 试水年华 就是像他们讲这个王家卫的电影 说王家卫的电影那个拍了多少部 主题只有一句话就是回不去了 就是这种情绪 这我始终的一辈子都有 我刚来书院2013年那个时候 我在我这次生病2020年的时候 一回想起2013年我就会哭 哭啊 就是我想到刚来书院的时候 和员工们坐在一起吃饭 每天晚上 就是利用吃饭这个时间 做一个圆桌会议 也就是我当我看到那个录像 我当年的时候 这一切都一去不复发 就是我竟然有这么一种热情 哎呀 您这太多情了 而且而且就是以前对您这个性格不是很了解 就好像有些人是不是洁癖啊 神经啊过于敏感了 就是以至于在世俗生活当中啊 那个对他来讲神经刺激太强烈了 就是到一个山海之间啊 山水之间 就好像对于这个卓氏啊 是那么样的不能容忍 或者说是这个不愿意苟且 而且甚至要甚至不断地在检讨我自己 就是不是沾染了沾染了这种俗气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因为 长时间的在一个地方不见人 心里有一种失落 这也是难免的 我有一次感触就是去年八月份 这几年八月份 我生日 然后有几个朋友从北京来看我 还有上海 他们来之前 我一夜没睡着 我就觉得 我一定会觉得特别烦 结果呢 他们来了以后 一起吃了一次晚饭 当时我很病态 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也不行了 然后吃完晚饭之后 我发现我什么病都没有 我精神百倍 而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 这是我才发现 与人交往有的时候是如此的重要 我就曾经就自闭过很长时间 到后来也是朋友们讲 哎呀 你那些个忧郁啊 焦虑 你就出来跟朋友聊聊天 就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我发现就走出门呢 就是哥几个 确实一个人想的时候啊 能把一个针尖想成一个大象 包括就是我能理解您说的 我有一阵这个症状 就是疑病症 我也是 是吧 我到现在也是 对 不是疑症 就是你呢 对 疑病症 有的时候就说 我是不是发烧了 一会儿拿体温计弄一下 就就怀疑 或者怀疑 我这个这个肝这个地方 总是有一点 有一点感觉 有一种 有一样 有一种 有一样感 有一种一样感 有时候可能这腿这 砰就跳一下 跳一下 哎呦就觉得是怎么着了 怎么办 但是最后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呢 你跟朋友在一起 说话的时候 都不同 减轻了 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它本质的大小 完全是你 不同的心情的时候 尤其是半夜会放大 是 谁有体会 对 那这个不觉得很痛苦吗 你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 因为你肯定是 两害相权 取其轻嘛 你到了社会里 比如我在北京 人家说要见 或者要怎么样 你拒绝 你会显得非常的无理 对 对吧 我在这儿没事了 其实您是不是一个 就是对人呢 包括对这个世界啊 有很深的感情的人 但是实际上 又想接触 又怕被伤到的 那么一样的一种状态呢 就像你说的 我其实一个特别伤感的人 我生活在 已经到了生活在 过去的这样一个岁数 因为满满的回忆 丰富的回忆 幸福的回忆 痛苦的回忆 痛苦的其实并不多 幸福的回忆是最多的 包括痛 过去痛苦在回忆中间 也会变成了幸福 哎呦 那不是很美吗 就是很美 因为那个痛苦 你度过来以后 你会觉得 要没有那个痛苦 你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 太重要了 就是您比我们这个经历的多吗 那您说这个 度过痛苦的时候 有什么怎么说呢 有什么办法 当时啊 当时没有办法 当时就是 就是折磨 对 但是也没有崩溃啊 不允许自己崩溃 就总是还有一个东西 支撑着自己活下去吗 嗯 儿子的工作我来完成 觉得当时他的话 不是儿子这个事 我就觉得 我不常有感受 我经常在说 就是儿子不在了 我在飞机上 我都不怕飞机跌下 我会觉得 下去才好 就这种感觉 就他已经 有点不想活了 就是连他都没有了 我还在干嘛 对啊 又是什么 你还 还觉得那么 自己还那么珍重 干啥呀 就一切都会放下 一切都看清 它会转化 转化成这样一种 一种状态 也是因为那个 我才来的疏远 是因为这个 对 如果没那个 我是不会到书院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社会上奔走 我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可是那一下子 把一切都停下来了 我没有任何情绪 去做任何事情 我没有觉得哪件事情 那个事与事业 有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重要 因为你连传承都没有了 你努力的很多东西 想象的很多东西 都会变得空白 你这胳膏被切掉了 你会觉得这个人生如此的不公平 所以当陈雷基他跟我说 有暗带 然后在那有那么个疏愿 非常好 然后他劝了我好几次 在过去 我都不信 我就不愿意相信 我也没那情绪 也没那个功夫去 去溜一趟 结果那个之后 我就 觉得 我反正什么也不干了 对吧 那我就去吧 哎到这以后 我感受到一种完全没有体会过的 这个环境和状态 首先他们所做的 非世俗 嗯 这就很超过 然后我觉得很 很幽静 很清静 很干净 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一下就呆下来 那也是 等于是万念俱灰之下 顿入深山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必然的 那反而是在深山里 找到了一种归宿感 而且在深山你会看到更大 在城市你会看到很具体 各种各样事情 在深山里 这个在自然中 你所抬眼看到的都是 就是看到的是你的渺小 和他们的不便 与你的就是快速的变老 就觉得自己 那么执着于那些东西的时候 是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去改变自己的意识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